有沒有很翹 這集是有用過的睫毛跟沒有用過的睫毛兩邊是差很多 就是有機會跟妝髮師聊天的時候 在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撇步 然後包括自己也看了很多小紅書 而研究出來最適合自己的妝容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的皮膚是屬於混合肌偏乾 然後所以我都會平常已有養膚 那化妝之前我深深地體驗到一件事情就是 保濕很重要 專前把保濕做好 就可以讓你的妝感服貼一整天 也因為我get到這一點 發現我之前的觀念是錯的 因為我之前都會就是跟平常的日保養一樣 就是什麼化妝水啊乳液啊 甚至精油什麼就塗臉 然後就感覺好像臉部好像已經很營養很滋潤 再來開始化妝 妝前的保養用到了油 所以油產生了氧化 讓我的整個底妝看起來非常的暗沉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妝前的保養上面 都會先過濾掉所有的油跟油脂有關的 包含防曬乳液 對我都會選擇水感的 第一個就是 一定是化妝水 化妝水 好醒了醒了 皮膚也醒了 我也醒了 就是平價版的 生鮮水 它有一點美白鎮定的效果 我自己使用下來已經第三罐了啦 我自己的效果是這樣 好舒服 久迫的青春露 為什麼會認識這罐是因為 好像好幾個化妝師包包裡面有這個 超級無敵 保濕 它就是只要幾滴 就會很 馬上可以讓我的皮膚吃飽飽水分 會上一個乳液 那這個乳液這牌子就不用多說了 它很有名 對就是任何敏感肌都很適合 算是專門臉部妝用的乳液 它很保濕 沒有任何的油脂的那種感受度 就是很清爽就對了 稍微按一下 放一點點眼霜 這個也很有名 大家應該都認識吧 它對於眼周的維護啊 細紋確實是有做到很好的 Hold住的效果 至少我沒什麼細紋 再來這個大家應該也很熟吧 韓國的牌子最乾的兩家 眼下開始先上去 因為最需要水分的地方 好 就先給它厚厚的給它塗上去 我會拿這個稍微推一下臉 不要看起來臉那麼鬆 好再來另外一個 我會在眼中 稍微 舒服的讓它 放鬆 冰冰的很舒服 開始要進入底妝了 終於 妝前我都會先用這個 我選綠色主要是打在我這個兩個臉頰 血濕的部分 處理一下我的血濕 接下來這個呢就是修復毛孔的 毛孔遮瑕 一方面是讓它服貼 二方面是 抑止它出油 好就這樣的來囉 跟大家分享 是我自己發現 原來這樣的上妝方式是 最要需要一個是這個粉底刷 另外一個是跟大家介紹這個 有點像是那個蛋糕的觸感 確實我用了之後 超級服貼超級舒服 這兩個加起來底妝 我跟你講真的是輕透 使用的粉底線搖一搖 我會使用差不多這樣 整整壓一瓷 然後先拿出這個刷子 我呢會先在表面 因為它的流質性還不錯 對 先稍微這樣刷開 刷開之後 好像你看喔 我這邊最需要遮的就是 歐蓮 歐蓮 歐蓮這邊就是先下最重 慢慢再戴下去 大家看這樣子 彷彿還沒什麼齁 重點來了 這粉撲呢 擦下去之後 從底下 輕輕的拍 然後它很棒是 它這個尖頭部分 可以針對你這個 眼角的部分 去做加強 好你看 是不是很輕透 是不是 這邊是還沒上的 這邊是有上的 來大家看一下 就是彷彿你好像沒有畫底妝一樣 可是事實上它幫你上了一層樓膠 拿出這種遮瑕筆 然後還有剩餘的部分呢 我就會把它刷一下 遮在哪裡呢 黑眼圈的部分 我覺得遮瑕這個動作齁 急不得 你要有耐心 摔成蜜粉 定妝 因為我有霧眉的關係 所以其實已經有大致的形狀 我畫這個就很快 阿我是漂眉 所以就是那種自然的野生美 眼影部分 我今天會以大地色為主 大號的眼影刷 先從眼睛接近睫毛的根部下鼻 然後再往上推 推到眼窩的部分 下眼睫毛這邊也不要忘記 這邊也一定要帶到 第二道我會上更深的咖啡色 好 放在這個 雙眼皮折成這邊 然後往上帶一點點 中號的眼影刷 我會加深一個顏色 放在這個眼尾這邊 加深的地方 然後往前嚕 而且我只有畫一半的位置 沒有直接畫整片 因為要有一點暈染的感覺 下眼瞼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三角 有沒有 有一個三角的地方 這邊 要帶下來 我會畫一個假臥腸 臥腸筆 然後我今天挑淺瘦的 就是這樣笑 笑完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肌肉 就會擠出你這塊肉 然後看到很明顯的一個臥腸 看到凸出來的部分 全部塗白白的 我會先用臥腸筆畫的原因是因為 我要先知道我的 動態臥腸在哪裡 這樣子我等一下才可以把陰影畫出來 很細很細的眉筆 臥腸底下那條陰影線打出來 這種色澤 這種顏色跟這種細度剛剛好 然後我就是稍微看一下我剛剛畫的 然後底下正中間 輕輕的畫過去 不要下筆太重 因為它就是個陰影 它千萬不要這樣就出門了 很可怕 因為近看會覺得 那兩條線是怎樣 再把這個底下部分要稍微暈開 那自然多了喔 我想讓妝感再厚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就是要我們要在 眼珠子的正上方的這一塊眼皮打亮 比較帶點棕色的亮光眼影 正中間下一筆之後 前後稍微暈暈一下就好了 好啦你看我眼睛 有沒有 賞賞亮亮的 眼妝要好看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要去把我們的眼線勾熱出來 我今天要稍微上揚 眼尾的上面這樣子 這個角度 先讓畫一筆上去 好之後瞇一下眼 從二分之一的位置 順著勾上去 如果你想要讓眼神再更清楚一點 我就會開始在上內眼線部分 連帶前面的一起 我現在開始要做修容 腮紅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修容 熟識的牌子 先大修容 就是修我們這個 骰幫子啊 這邊 容美多了 然後第二個是鼻影的部分 鼻影刷很重要 要嘛就是這種斜角 要嘛就平角去把性勾熱出來 就是三角底帶 去做左手 不會打到這樣一整條 我先把這個線條先勾熱出來 我覺得三角底帶我會稍微 整個就暈 暈過去 然後順著過去 這邊有兩條線 有沒有 好你就順著打下來兩條線 然後這邊下面打平 我要做一個方塊筆 我的鼻子是出來了 拿腮紅刷 用這種方式刷 就是按修容的方式去打腮紅 然後我先笑 先從這邊找 然後最最重顏色的下筆 我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順著往下刷 我覺得這樣出來的 這個磚感跟那個你的輪廓 看起來會很質感 整臉的高光來囉 刷一下我們的 內溝這個地方 一直到我們的 顴骨 上一下 然後下巴 也上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 人中 唇峰也上一下 然後這個額頭的部分 如果你想把額頭 夫親工 打豐滿的人 用這種方式也可以 然後我會在這邊 再下厚一點點 讓我們的鼻子看起來更挺 這個非常好用的一個牌子 沒錯 我就是會噴這麼多 而且我眼睛不會馬上張開 我就會準備一個扇子 然後稍微把它 散乾 今天的口紅我想來一點不一樣的 帶一點那個 焦糖色的 這隻也是前陣子很紅 然後你知道我多好笑 我直接給它包色了 因為我 天瓶做的我真的會有選擇障礙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 全買了 我有一個 燙睫毛的機器 是屬於 往上展的睫毛 所以我不用再用睫毛夾 我只要靠 睫毛膏跟 碳睫毛器 我就可以讓我的睫毛 非常的飛揚 我之前都這樣 太醜了 真的太醜 所以我戒掉了 我告訴自己 不要 一直把人中 給人家看 對 我就會告訴自己 不需要 你只要頭往上癢 從根部 記得往上推 這樣就好了 人生不需要 這麼樣的 把人中集製起來 等一下我兩邊差別在哪 你看像其實就已經很明顯了對不對 唉 這麼夠了 那我也不喜歡夾睫毛 因為每次夾一夾 上面就一戳下 就好可怕 有沒有 有沒有各大睫毛高的品牌的廠商 可以歡迎來找我刷睫毛 凡是在我眼睫毛上面 可以過關的廠商的牌子 原則上是真的是有效果 因為我沒有夾任何睫毛夾 就直接刷出這種效果 是不是很誇張 所以我跟你說我的本錢就只剩睫毛了 沒什麼優勢 就只有睫毛 有沒有很明顯 我都還沒有燙喔 也沒有夾喔 好這個啊 我再加一刀 直接這樣 燙上去 壓著燙 你們說會燙嗎 不會 我的眼皮不會燙 可是對睫毛這種毛髮來講 當然是綽綽有餘 而且它撐很久 可以撐到你約會結束 各位 是不是 我以以為要的睫毛 是不是 那我的妝感好啦 大家覺得如何 好看 很禮貼